1 喂 哈喽哥 来来请进请进 斜个点多 哈喽大家好 请大家就是跟着我的脚步 来看看我们 在韩国的宿舍吧 你在干嘛 你这个炸鸡不是昨天点的吗 嗯 你昨天点的 然后你就是不分不分给我们吃 然后你就说你明天自己吃 没有啊这是吃剩的呀 那刚才你给我吃 对啊他没有给我吃 哈哈哈 你也是点了披萨还有薯片 你是非常喜欢吃这个吃吃这个牌子的薯片 这也就是我们平时吃饭然后聊天的地方 这儿在这吃的 我们有六个人 这边就是我们那个厨房 我们这个厨房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江欣熙还拿这个高脚被刷牙 你拿这个漱口上次 对啊他刷牙 我是用这个喝药 他洗脚 然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厕所 这个房间非常的有秘密 什么秘密啊 这房间有 这个房间里面还藏着一个小卫生间 然后这个卫生间只有我才能用 什么意思呢 只有我跟店家可以用 就是你怎么没洗过 你在房间洗澡 你在房间洗澡 哈哈哈 因为我跟他就是就是个子比较 大家可以 反正就是如果信息在里面洗澡 肯定就是啊 就撞撞撞 大家可以就是脑补一下那个那个 那个洗水间有多小 他可能抬个手就撞了 干嘛干嘛 其实也就适合K哥 你不要电脚 你不要电脚 谁电了你给我下去 然后这个房间是我们三个人住的 电脚我跟信息 然后信息每次都是 就抢着这个房间去洗澡 一般他都抢不了第一个 对啊 哈哈 这个是我们的电视 我们没有打开过电视其实 其实大家一起在这儿看个电影 应该有问题 可是没有这个心情 没有时间 没有这个时间 那这是我们的空调 好 哎 我们有个福利 只有客厅跟我们房间有空调 你不要再硬说了 那一说当会他们所有人还潜在屋了 哎 好还有那个阳台阳台也不错 阳台是不是不能去 哎哎 哈哈哈 住手住手住手 这那个什么晾衣服的就不看了哈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贼拉大的阳台 平时没事还能看看分 看看风景 看看风景听听 然后这个是我昨天 哈哈哈 这是主题是吧 这是我昨天就是 从那个拍摄现场 然后工作人员就是送我们的花 然后非常的贴心 就说可以拿一束花回去 不是你要的 送的就是走的时候就说哎 你这么可爱的一个小孩给你给你花 谁编吧你 你真是夸张啊 没有 真的是那个工作人员姐姐送的 就是没有买那个花瓶嘛 然后就拿了一个这个就是简单的帮了一下 这是我们宿舍大概的样子 没有什么特别的 其实就是咱六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平时我们就多吃吃饭 然后都都会一起看个视频啊什么之类的 跟大家想的应该都差不多 没有什么特别特别奇怪的 OK 这是我们的宿舍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3 2 1 3 2 1